大家好,又來到我們股市爆玩花 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下午的雨前同雲,宣古真功夫 我們也持續在把這個節目 持續給大家複習功課 那你一定要看 因為今天的節目對你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把這一集好好的精華版 你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那包括晚上我們還會給大家一份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行情已經面臨一個交界點了 多空一個轉折點已經出現 但是很多這個地方還跟不上 所以你一定要去這個禮拜週末的時候 我們還有祭祀本 祭祀本裡面會寫很重要 下禮拜的一些方向給大家 再一次機會給你重新從大盤上一波的低點 還記得這邊 1月份的時候 這邊有一次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 看得很清楚 這個地方也是KD在20 20 20以下 有沒有看到 每一次 我們就把它調過來一下 調過來一點 每次KD在20這個地方 KD都在20 你對照下來 哪一次沒有行情 包括12629 也是在20以下 漲了一波 來到15152 然後這一次又回到一個13981 也是13981 也是一樣 所以嚴格說 如果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12629 漲到15152點 他也漲了1000多點 那這一次更不更13981 漲上來是直接一個波段 漲了3500點左右 哇真的是很迷人 所以再一次機會給你的話 你應該要好好的什麼 要好掌握 那像現在機會來了 機會就指標已經在低檔了 這地方當然是低檔區 那低檔區這地方 如果你在這裡嚇自己的話 那真的天都會哭泣 天 那投信法人這地方也站在買方 所以從這行情 就如同我昨天在我們的 明日小叮嚕裡面 在與前同行 玄武真功夫的明日小叮嚕 跟你講的 現在當然是跌破極限 有沒有很可怕 沒有嘛 我們的 昨天的 那個昨天 我們在 雨前同下午的盤後節目 玄武真功夫就告訴你 明天要記住喔 就今天嘛 今天8月10號 我們的明日小叮嚕 今天是8月11號 季線下方就是積極找買點 還記得你去記事本拿資料 那今天你記事本的資料拿到沒有 我上面給你寫的一些方向 是不如同今天行情的發的趨勢 第一個買 我已經告訴你記事本要買 那個拿資料嘛 找買點嘛 那接著 你會看到什麼 一個訊息很重要的 台積電的7月份營收 因為這波台積電一直都沒什麼特別的表現 也沒什麼特別的大跌 那台積電7月份的營收是兩位數字的增長 衝上歷年同期的次高 所以它業績是非常好的 iPhone15已經開始在拉貨 所以蘋果看一念股 這地方已經在出頭 今天油檔股票也是蘋果跟一念股 先進光 是不是漲停板 是不是漲停板 那昨天如果你把它賣掉 今天要怎麼買回來 高速運算訂單非常亮眼 就在AI這個地方訂單非常亮眼 業績大概1776億 八九月有望要更上層樓 就越來越好 然後衝上7月已經飛越兆元 前七個月加價已經超過兆元大關 所以全世界都叫他去海外設廠 所以大盤本身 你就看台積電就可以了 那台積電今天沒有漲 不是很好嗎 所以大盤沒有什麼特別大漲 但是畢竟你要注意 台積電這一次本身 也是跟大盤一樣跌破季線 季線以下 記得你要站在買方 大碟你大買 但是他真的都跌不下去 他竟然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打550這邊 做一個跌不下去 也漲不上去 但是外資法人包括投信 都持續性的 是買的 所以沒什麼大買 也沒有賣 這兩天大盤是不是大跌的 好這個地方一樣 跟大盤一模一樣指標在低檔 每一次指標在低檔的台積電 他何時沒漲過 這一波目前就幾乎已經面臨上一波 再一次機會給你回到489這個地方 你會不會拍拍手 你要不要買 那時候很多人也是下半死啊 他就回到半年線以下 快接近 那時候 這個不對 這是半年線 這是半年線 我選用一百 一百二十 再加一條線給大家 黏線嘛 很簡單嘛 弄這麼複雜幹嘛 十五十二十 我之前都是畫範圍簡的 因為我們的領先市場 把資料給你過 你看看你注意看 而且都是告訴你未來的方向 你看這489 那時候就是在半年線這邊 醞釀一波來到594的行情 雖然漲不多 但是這波還漲了多少 489的105塊 那這一波一樣的 幾乎就已經都一模一樣 就跌不下去只有漲了 會不會回到540塊 我都覺得有點困難 坦白跟你講 真的啦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到美股有什麼廢半大跌 那當然就一口氣10塊錢就跌掉了 這機會也有啊 那記住啊 那是很難得的買點 如果你這個地方真的沒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常跟你講 你就買 買台階也可以 就等它大跌 因為指標在低點 就差一點點 會不會不小心有個大跌之後開低走高 哇 那就漂亮105塊錢 最少這張股票就從那個地方開始就準備什麼 步步高升 而且它業績等於7月8月9月都越來越好 那當然它股價怎麼可能跌下去 所以這張股票你要特別留意台積電不可看空 雖然大盤這個地方已經跌破季線 我還怕它來不了半年線 應該機會不到 所以這波是最後一個多空裡面的轉折 就是交界點 如果這個地方一不小心看錯邊 因為現在季線跌破叫生命線跌破 所以很多人看得很空 但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地方不是看空的道理 是你要怎麼選股的道理 好 那接著 還有一檔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 台達店 今天它也告訴你一個訊息 我們先把一些 我們給大家整理的資料先拿出來 台達店 台達店已經開紅盤了 什麼開紅盤 營收歷史次高 拜什麼AI伺服器 電源市場續揚這個地方 那從這邊看出什麼 AI怎麼可能會變悲哀 所以我也跟你講 AI絕對不會變悲哀 所以霸王的話 我們是黨黨好賺 持續熱情邀約 你快來換 在這個低檔區 你要換對股的話 你將來是一片天 AI說實在的 早在三個月前 我就告訴你 沒有AI 結果現在 AI整理到這個地方 只要真正的AI有業績 就像台達店 你也不可小覷 是不是市場持續的市場續揚 加上電動車來了 它是電動車 充電裝為電網產品 表現都不錯 台達順利的在第三季 首個月就七月份的營收 開出紅旁 七月份的營收 以359.74億 也是創下歷史的次高 都相對歷史的 雖然不是歷史的新高 但是現在是七月份才進入到什麼 慢慢要進入逐月逐月的成長 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出口 實際上是連黑的 應該到九月才會開始翻紅的 所以你要開始聞到那個 錢的味道 如果不小心九月份它翻紅 但是有些股票 這個地方已經都寫下歷史次高 那當然什麼 也是一樣要持續看好啊 所以台達店 這個地方 我就告訴你 它就是一檔慢慢的股票 但是只要有跌 你要買 可以很好買 上漲 你不要管它 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 它未來這個388.5 它讓你看到吃到看到 所以你既然知道它會過388.5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 昨天是不是季線的時候 你應該做什麼動作 你說老師我不敢買 你怎麼跟我講 我就是 因為我手上股票 就是一大箱的什麼 就很慘嘛 就套牢嘛 我賣不下去 所以我不敢買 這有道理 所以你要借別人的手 快來換 因為這個地方 你如果在這邊不做一個 很重要的轉折點 一個決定的話 你將來一來一往是差很大的 好 我忘記 所以台達店一樣持續看漲 不要怕它跌 就怕它不跌 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立望 立望這檔股票 更是什麼 我跟共利 都是AI的 所以是AI AI怎麼可能會掛掉 AI的 來看 他告訴你什麼 立望三半年 這訊息不是今天 是8月9號的 他已經進入到 無奈米 要直接導入客戶的自駕 自駕 那自駕就是什麼 就跟電動車有關係 那車電怎麼可能會沒有位 他以至駕方面 他已經有客戶 要開始導入了 而且進入三奈米的合作 這新聞很大篇 不是今天 是昨天8月9號 那上面雲已經是他們今年的最低點 沒想到 7月份他的營收是創了同期 歷年的新高 叫立望 所以今天的股王是誰 還是立望 這張股王如果我今天跟你講 那我太瞎了 我在這個地方 跟你跟你拘捕 還沒有發佈那個 那個利空 他一直覺得他業績不好 實際上老闆已經告訴我 他就是上半年第一季最爛 第二季嚴格說出來 他的業績是超乎 法人 優於法人的預期 那7月份馬上就創同期 歷年的新高 單月新高 所以如果再一次機會給你 你會做什麼動作 說實在 我是不能買股票 是不是那句話 借錢願意 你不銀行 他要叫你借錢 借錢要幹嘛 不是要塞那個洞 買那個嗎 可以馬上賺 怎麼馬上賺了 1710以下 還有來到 我還沒有記錯的話 還有來到1685 我跟你講完之後 有疊 有疊 在1685 但畢竟 我是讓8月2號真實的 跟你做印證啊 他就是一個好機會啊 機會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做動作 你說老師我會怕 我說你在怕什麼 因為我就覺得 他還不太大 很可怕 好啦 那今天好不好賺 對啊 那天如果真的來 我一定要買 10個裡面有11個 會講這種話 但是 真的機會給你的時候 你一定要懂得 有人幫幫你的忙 因為畢竟你的手沒有拿來錢 很多股票你賺不到的 這張股票我已經畫得很清楚 中天的與錢同心 也跟你分享過 這都是一些 很難得的大好買點 你不要管他2375會不會過 這1685就8月4號的低 我講之後來到1685 對不對 好 那接著 你看看每一次 最少漲漲600塊 這個隨便加一加嘛 你那機能信拿出來算一算 每次都會是一樣 不是股票不是有個6公里 一定要有一個潛規則嗎 這種大公司一定有一個規則 所以2375一眨眼 我不敢說一定馬上過 以他業績越來越好之下 他今天要成為真正的股王 所以你不買 我們昨天就買了 我們就買了 我們就買到哪裡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進場點 今天怎麼樣 今天讓表現蠻亮眼的 還便宜的很 老師還可不可以再買 早上就1880 還不太好買 下跌很好買 漲的時候還是要買 我目標 不要說我的目標價 因為我們畢竟 法蘭科有目標價 我們就是不能講 好像預測未來會漲到哪裡去 但是畢竟這個是 你自己去規律去算一算 隨便從D檔1685到今天就好了 還來到1965 這都還不是高點 還不容易快200塊進口袋了 200塊就20萬 一張就好了 大盤是持續的跌跌跌 力旺有讓你跌到嗎 你就看那個四星 不激激的 真正的古王還是力旺 因為力旺還有3奈米 而且還是AI裡面 一定吃得到訂單 把我自家方面 他就是要導入5奈米 就是他在處理的 好公司就是好公司 永遠都是等到逮到這種大盤 在大跌過程裡面 你才有便宜或可減 你不要輕易的放棄自己的權利 買一些阿里布達股票 當然今天還有很多 阿里布達股票在反彈 例如在哪一檔股票 好我們再接下來看 像這個先進光了 打開了啦 阿又怎麼樣 他今天早上是MSCI 中小新股 納怒成分股 為什麼 因為他是蘋果概念股 而且 他的大股東之一 就是大力光 所以他有行情 大力光怎麼可能會跌 大力光只是不太會跌 是要講真的話 大力光真的是 這也是相對低檔的啦 就怕他不跌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要希望美國怎麼樣 要拜託他 美國今天晚上不要大漲 甚至他大跌就好了 因為他有機會 這些股票都有機會回來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已經跌不下去 就只有漲了 所以這個地方都還欠什麼 最後再甩一次叫啦 你說老師好狠 那我是不是要 會不會 我講說我是說希望啦 因為買跌 你才可以 你買在法蘭問金處 你才可以 黨腦都可以成為霸王發啊 所以我霸王發 為什麼黨腦好賺 因為我從來不追高 而且我都事先的預告給你 包括這張股票3483的這個勵志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的 你看我的節目 與前同意 我就跟你講說 他還賺多少啊 第一期賺這麼少 他憑什麼漲那麼多啊 你今天早上不跑的話 甚至今天早上做個當衝 你很喜歡衝 先賣 馬上賺 我昨天那個勵志沒有跟你講嗎 講得很清楚 那之前這個3362的先進光 你比較這段時間 不管AI怎麼樣跌怎麼跌 我告訴你的先進光 人家就是不會大跌 就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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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賣掉 我賣掉我承認 我賣150塊 在160塊1.5充過的時候 我說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魚頭跟魚尾 魚尾巴 這算魚尾巴了嘛 給別人吃 那為什麼今天會漲停嗎 會打開 目前它就什麼 目前最好的買點就已經過了啊 昨天如果你買一點的話 當然是很好啊 那今天要不要追高 先不用 因為我要找一檔股票 像先進光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5-60塊 但畢竟你從先進光那邊看出什麼東西啊 我是現在跟你講的嗎 我沒有領先告訴你嗎 我們是兩天賺的 兩天馬上這張股票 再次讓我們賺的 賺25塊 我是買125塊的 25塊10張就25萬 如果早期的話 我也曾在這個地方分享過大家 它的一個落底就是落底 在52塊那個地方 在10月份 有沒有 你自己還好想想看 那一路走還始終如一 到現在這檔股票 今天 也是 也是一漲難跌 就怕沒有跌啦 昨天有跌啦 如果你買一下 你今天是不是馬上賺漲停板 所以你買對股啊 跟買錯股會差很多啊 現在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買對什麼股 平蓋股本身跟電動車的概念股 都不會缺席的 否則為什麼要把它列入本身 MSC啊 中小成分股 新納入的成分股之一 先進光啊 不過這不會長什麼 這不會長什麼 這不會長什麼 這不是它利多在劍爆啊 你要利多劍爆的時候 你要買什麼位置啊 你要買147.5嗎 不好啦 不當啦 我那時候告訴你的位階 清清楚 會員都見證 曾經 六七十塊也要經過你一次 五十幾塊也告訴你它落底了 最重要是進來的 馬上賺 那一段 一二五 直接 奔到 160.5 後面的給別人賺 我不要賺 我賺餘生 所以這張果然目前 如果你手上有的話 也是一樣 你可以 見好就收 但是千萬要記住 見好就說不是叫你要賣黑啦 就急掌的時候你可以賣一趟啦 急跌才很好買啦 這張股票目前就是已經 餘生 已經被我們會員吃掉了啦 剩下的目前我們 考慮經常位置就在這邊啊 你129昨天最低不是131嗎 所以還是很強啊 你說老師你昨天買什麼 昨天買什麼 昨天當舊你這張立志就不錯了啦 三四八三的立志啊 我告訴你 見好就收了啦 今天是跌停版啦 我的神預言如何 我注意啊 昨天大盤大跌啊 我告訴你 漲就是漲的 股票的立望就是漲啦 早期的 老朋友先進光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你自己看 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 六十八 七十四 一百二十五 哪一個沒賺錢 衝來找我 包括那天 我們7月18號 就把短期的獲利放口袋了 當然破斷他沒有結束 但我常跟妳講說 我不會在妳去做 追高殺地的動作 因為這不是妳來股市的原因 妳要記住 這行情是一個 另外一個 主流的誕生 不要單純只有看到AI 就好像 每檔都可以 這樣子 你會很悲哀 你也病鼻哀啦 那當然這個立志 是AI的嗎 散熱的啊 業績就不好 就是業績不好嘛 馬上進行跌停版啊 所以注意我的神預言 還有包括神預言什麼 妳去看7月14號 7月25號 還有這是7月26號 我都告訴妳 AI 市場上沒有AI 就沒有股票可以買啊 你看那先進光就好了 它要疊得像 像那AI本身 那個假AI啊 你看這毛二毛三 那種AI的話 我們抓一檔股票來講 講偽創好了 7月14 7月25 7月26號 你都可以把偽創賣掉 把廣達 這是我家跟你講出來的股票 它是50塊一刃 你看7月14號在哪裡 我提醒過你一次7月14號 還在100 最低還有130塊 最低 然後7月25號更高了 7月25號 最低還有152塊 最高161.5 就是這一波的高點 這我還是持續告訴你 人去樓空了啦 最低還有149塊 所以你現在回過來這邊 我開始在130塊 就提醒你 偽創 我們拿這AI的部分 都偽創來說 7月14號 你現在本身的話剩多少 剩多少 它會回到130塊嗎 我希望它來 來的話大膽賣 但是它不會來 它連125都有點困難 所以它今天漲 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就等著看下去 記住我的神議員 7月14號 7月25號 7月26號 我所講 叫你AI本身 要小心一些假AI 變BI 你把它賣掉通通沒事 如果連這檔股票 見準都不能漲的話 怎麼可能會 就散了 因為業績很好嘛 上半年賺了快3塊錢 怎麼可能會漲到立志 這種賺0.4毛的 上半年賺不到1塊錢 至於6125的廣運 還好啦 還不錯啦 但是就是沒什麼低點 可以買就對了 它再回到40塊也不可能 回到65塊 我會考慮 不知道 包括昨天還67塊 也還不錯啊 但是這個地方都短打 了解我意思嗎 都短打 那接著 最後的話 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們這檔 那個喬威 也是 也是辛苦你的 但是你要再耐心等待一下 再加把勁 那個圖 我都畫給你看了 你要賣也不要賣太低 因為它這個地方 85到87塊 就是有一點 有一個壓力三大而已啊 但畢竟它還是MSC 把它納入它的成分股 所以有時候股票 不要看得太短視 一旦它那個壓力 一旦過之後 你要買什麼位置回來 都沒有 它很不小心 這種股票 要大家三位置頭 三字頭 三字頭啊 因為業績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邊 我們跟大家報告的東西 都是一步一腳印 走過來 獲利真的沒有捷徑 所以請你務必 股票要會賣 很多人都說 賣股票是師傅 的確 賣股票是師傅 你如果不會賣股票 你就沒有辦法買股票 對不對 你現在就面臨這個地方 就是兩難嘛 所以我說 我今天告訴你 熱情要因為快來 什麼 換 不是要賺而已 是快來先換 為什麼 因為股市的輸贏 就是在一個選股嘛 你看你選到股票 如果都非常的好 怎麼選到 我跟你講的先進光 包括 力旺買在法蘭問金處 包括就要跟你講的 台達 你現在賣不懂 它什麼時候大跌過 他一定也跟你持續告訴你 好功就是 就是等他 有一天有機會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買 買到那低點啊 但他已經跌不下去 你看 你看得出來 大籃會跌嗎 那所以這個接著 你如果不會選股 你常常跟錢 就會插身而過 你想不想一檔股票 翻轉你的人生 喬威實際上 已經翻轉我們的人生 所以現在接著 你要當徒弟還是師父 我是要跟師父 還是要跟徒弟 徒弟只會叫你買股票 不會叫你賣股票 那我不只會幫你賣股票 也會幫你調整到 真正從底部進場的股票 歡迎你把這個電話撥通 那今天晚上 我們會有記事本 也歡迎你持續保健的節目 好好詳細再多看幾遍 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下禮拜一見拜拜